李家店门前大比武 眼看黄三太 这力气就支持不住了 这不服年纪不行 六十岁的人了 到中的雪地翻钢了 贪贪的刀法就有点乱 就在这时 猛然 在那个雕斗杆子那个斗里面 站起一位 他喊了这么一嗓子 这一嗓子 可太借鉴了 怎么大家的眼神几乎都 转移在那去了 连赵春呢 都把脸甩过去 就在这一瞬间 黄三爷有点急了 他心里清楚的知道 今天凭刀法 纯束难以战胜这位斗寨人 看来四八天 那就让人家给撅了 将人给撅了肯定了 怎么办呢 当时没有别的想法 只好动用 他把他甩头一死 就亮出 甩头一死 实际 就是绳镖 绳子 拴着一支镖 就这个 这东西 这东西可不好练 你看着挺容易 可真正要把它用到手里 把它使活了 这可太难了 黄三太在这方面 那撑得岂是一绝 他把这东西掏出来 有打后边往前打 一个苏秦 背键 把这鱼道 刷了 这甩头意思是由上而下 完全出乎斗寨如意料之外 他正在 看那刁斗干呢 金银 进封铺变 这什么东西 难道说黄三太身上还有标吗 那金标 和我这一万银子放了一块了 那这怎么回事 这眼前这么一亮 一闪一身 上半张一张 啪 正好 拔在了道尊 祖金金针学上 在甩头一次本来就厉害 按着穴道呢 哎哟 到嘟嘟嘟嘟嘞一下 他觉得这板马身就都麻了 这什么回事 都是脸都木了 就在他这个准头两边啊 这个鼻子 两边这个穴道 叫银香穴 都有反应 二 他往后跪了这么两步 这腿就有点站不住了 他扑 一围身 就坐在鼻舞台上 这时候 黄三太 刀交右手了 这水头一紫 就在身上这会儿搭着 看了看 斗寨主 那意思怎么样 你败北了 这一甩头啊 没把这道尊 给打倒了 他相反倒笑了 是哈哈哈哈大笑 这比那发火还厉害 怎么回事 你就这样的呀 趁我不配 就稍微丢眼前这东方 用甩头三国走位 这仇 算记下了 您没听那出戏吗 坐在盗马吗 刀伦不是有一段唱词吗 黄三太 老皮肤 纸巾标 借银两 气压好强 什么他那里用甩头 三国做网 哎 就这样子事 这下大龙山的这些个好汉们可就全都不让 怎么呢 黄三太 你太不仗义了 今天比我 比的是拳脚 比的是兵器 媒体 比暗器 你怎么暗箭伤人呢 干可恶的 是那刁斗里边的人 他什么人呢 一晃头怎么没影啊 嗯 大伙找那个还真找不着了 这时候 这个比武台前 这就乱 斗在中啊 二话没说 把虎头勾一抱 行 你黄三太赢 这都霸天 我做不成了 万两白银你拿走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斗某不财 告 他了 走了 这一下啊 就隐住了二十年 好打手 别混淘 那是后文书在说了 哎呦 这时候好多人过来 把黄三爷给围起来了 不管怎么说 哎 这是圣者 把赵春打败 万两白银打走 甭吹话 黄三太啊 心里这也不是个滋味 但是 事情已经挤在这儿了 也值得如此了 大家一看 那来吧 这不是钱有了吗 这就好办了 主要为的就是 彭公官赴原职 把这银子交给李其侯 交给白马李其侯 叫他进京去打点官司 这儿的后室呢 这么多人呢 黄三太有好多的朋友 也都在这儿 这时候 李其店的店主东 也到了 这位店主东谁呀 可了不得了 感情他就是大名鼎鼎 洞庭湖的 胡祖猴里面 在这儿安排这么个店 实际就是他做买卖的眼线 也就是说 咋我点信息什么的吧 哎 就为了这个 要不怎么这么大几宗 李配不让大伙子 要招待这些英雄 包括大龙山的人 大龙山的人 一个也没留住 怎么我们还在这儿干什么呀 啊 战主爷第一把金椒椅 都让人家打倒了 而且伤势很重啊 回去是治伤紧要 这会怎么乱 那么就由黄三太来处置安排 白马李其侯呢 就把这个银子 打回来 万两白银交到了 左玉春的手里 李其店比武的经过 李其红没数 反正银子是凑齐了 这银子怎么凑的 您就往管了 您看怎么办 我一说一瞧行啊 啊 哎呀 兄弟 还得说 我这位老弟 好大的面子 赶两百银叫上几千的工事 就凑齐了 行了 兄弟 你得行回他 你跟大哥我一块 咱们倒趟北京 我去打定官司 你在那会听个回音 我敢说不出几日 彭公肯定官复原职 这银子往哪送啊 送到神力王府 走神力王的门子 李秋一看 我还真就得去了 想着这儿他自己乐了 他笑什么 哎 我说大哥 你说我这么跑前跑后的 这我算干什么的 哎 左玉春一听这话错了 怎么 你干什么 你是瑞明瑞老爷的好朋友 不是瑞明跟你写过信吗 托付你照看彭公 彭公没关又不错 是不是 你呀 这叫舍命全交 连迂生不才都敬重你三分 原来我就很敬重你 这回呀 你在我心目当中 这位置 更了不得了 还得你别彭我 看这样子 我倒像是彭公手下 一个差远 哎 左玉春一想你等着 我相信彭公不久 官府原职之后 你肯定是他跟前的三班赌块大猪头 哎 怎么 李秋一听 这我混得不错呀 这么些年混了个三班大猪头啊 甭说别的了兄弟 搭拎搭拎 咱们立刻进京吧 李秋口想不去 他想听听李秋天的这个消息 啊 这个结果 现在他心里都像长的草一样 黄三百百 到时候给打败了 就这样就算完了吗 啊 这可怎么收拾 可这些话又没法跟左玉春说 为了彭公只好如此 他收拾了收拾 跟着左玉春就到了北京 这位左庄头还真办事 他呀 就把这个李秋口给安排到北京前外 西黑 茂园客栈 你在这儿住两天 啊 你跟着于书活动不太方便 我也不好给你引荐 有些场面不引荐吧 对不起你李秋口 你引荐吧 这还不得好办 因为什么 一提大的李新庄 白马李其侯 有些人知道啊 别再把您当成江阳大道 这还就麻烦了 李其侯明白 行了 您就去办去吧 我就在这儿等着 哎 我得问一句 问什么 您是直接见王爷吗 哎呀 左玉春一听咧了嘴了 怎么我的傻兄弟 我哪见得着王爷呀 不瞒你说呀 神力王府有一位救师爷 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去求他 走他的门路 把这万两白银送过去 打电打电 也只有啊 这个神力王 可以和索亲王抗衡 连玉亲王都惹不起他 皇上 康熙皇帝都得让索亲王三分 这事不好办 那行了 您多费心 左玉春办事去 李其侯呢 就在店里这儿等着 等了一天 也没听见回音 第二天实在太闷了 我呀 我出去拽又拽又去吧 这是何苦呢 当他北京哪能不看看呢 不转转呢 当然了 当时这个北京城啊 可也不小 哎 周围这个城眷啊 这地方也挺大 哎 四九城呢 比九外区黄城寺 前门顺着哈 东西面三观 西平德胜安 东四西单古楼前 九门八条街 前青那时候啊 就八条大街 多新鲜的 您打现在呢 腰桥二环路 二环三环套四环 好家伙 这简直的还了得了 高楼林立呀 啊 一天一个变化的北京城 那时候可不行 全是啊 土街石头道 那路是特不好走 哎 出城不远啊 就是装这地了 没那么大的地方 可当时当时的前外 也挺热闹 打个二仙一口 嗯 打个场 等着等着吧 这地方也不少 到这看看吧 随便呢 溜达溜达 走了几步啊 饿了 吃点点 嗯 他只能抬头 这么一瞧 呵 有一座酒楼 上一块大扁 横梳三个大字 蓝扁金字 一条龙 是不是现在吃涮肉那儿啊 可能就是这个 卧槽 李七侯啊 游达外卧就进来 疼疼疼疼 进门就上楼 上楼 找了个清净座位 他刚坐下 伙计过来 哎呀 可爷 呃 您是喝酒啊 还是用饭呢 对呀 李七侯一听 这不用了 怎么 上车干嘛来了 就是喝酒吃饭 哎 你赶快给我准备 哎 不行啊 不行 不 啊 李七侯一露 怎么 不行 这什么版本生意 不行 那么开酒楼干什么呀 不是 可爷 我我有点 话说太急了 您没听明白 我不是说您这吃饭不行 您就是在楼上吃饭不行 您得请个楼下去 为什么 因为这个楼上啊 有人包了 哦 哦 李七侯这个人很说理啊 怎么 人家包了 那盲问 那是订餐 已经打过招呼了 付了款了 这个你得同情搭理 哦 这么说 这这这我对不过 啊 好好好 李七侯就站起来 干嘛 到楼下去吃吧 那不一样吗 就在斩舍 听楼梯响 随着这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上来了十多个 往这儿这么一站 磕 一个个横眉立幕 铁胸蝶路 鬼手的一个 就把这火气给叫过来 哎 过来过来过来 过去 哎 啊 哥们爷 您都来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这是 用手一直李七侯 他干什么的 啊 这个不瞒您说 这位是一位客观 哦 这几位当时就火了 那啪 杨手 就给了这火气耳光 感情这几位啊 都会武艺 身手不凡 力气很大 以耳光 把这火气 给打了一个门 这我这当时啊 跪着那盒 捂着脸 也说不出话了 李七侯一看 哎 哎 怎么 你这是何必呢 这不是 刚把话跟我说明白 我不知道你们包楼啊 这就晚说这么一句话 就这么厉害吗 这几个人一看 就李七侯一个人 他们也不知道李七侯是干什么的 行了行了 别跟他一般见识 把他滚下楼去放了 这句话白马里就吼了 这么 滚下楼去 啊 说谁呢 这 不说还好 一说这个 他坐下了 回头 告诉那伙就起来 啊 三十几岁的人 正当年 一个耳光 就把你打成这样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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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着有打腰 你怕 掏出一顶银子 往桌岸城 一睡 拿着这顶银 去看看上 可要一样 你必须这么 酒菜给我准备好 今天这顿酒 我是非在楼上喝不可 这帮人当时也傻了 大眼瞪小眼 就瞅着李七侯 哎 心说今儿碰上茬子了 这是干什么的 他不走了 你伙计下坏 只给李七侯磕头啊 哎 客官爷 您赶快走吧 您别看刚才挨了个嘴巴 这没什么 我筋打 没您的事 你说的话 他冲里几乎一句地眼色 那意思好像是告诉他 官官不吃眼前亏 这帮人宁可惹不起呀 你赶快走 就在这省 听楼下有人喊 少王爷驾到 随着的喊声 一个杂乱的叫呼声 一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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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脚轻一脚重 好多人 由楼下冲上来 有二十来口子 往两边这么一闪 中间啊 站着一位 年纪也就在二十几岁 是凶没恶目 只见他往旁边这么一闪身 手里头折扇一摆 吩咐一声 来啊 把人给我 打 过来 谢谢大家